好欢迎大家回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多选题 首先看一下21题 钢性路边施工时应该在哪些地方设置帐缝 这个概念呢我相信大家是知道的 那么对于钢性路边来讲 通常设置了很多接缝 有帐缝也有缩缝还有施工缝 那么这里主要考察的是帐缝 帐缝一般情况下呢 它主要是在小半径平曲线的位置 板后改变的位置 临近桥梁或者是固定构造物的位置 咱们一般都是需要设置帐缝的 那么按照教材的语言问呢 答案应该选择C第一 可是有些同学呢 他会觉得A为什么不选呢 A是不是属于固定构造物呢 好了大家特别注意 那么在城市道路设计规范 或者是说在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里面 就明确强调了 一般在云水口和地下设施的检查井周围 我们只需要对这个随意路面 应该进行配金加强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在这些位置 咱们没有必要设置战缝 那么只需要对这个随意路面进行加金 然后防止它发生开裂就可以了 所以呢 A选项是没有必要选的 而对于我们的B选项 纵向施工缝 大家知道 纵向施工缝是因为你一次施工的宽度 没有达到它设计宽度 那你才设置纵向施工缝 跟帐缝完全不是一码石 所以这道题目呢 正确答案应该选择C第一 当你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A不能确定到底是否选择 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咱们要把握多选题的一个原则 就是明缺无辣 就是你如果不确定A是否选 那你就不要选了 这样的话可以增加你得费的几率 记住这样一个答题规则 我相信对你考试来说 只能够是有帮助 不会有害处的 好了 那么事实上这道题目呢 A选项是考察了 大家对整个道路工程的熟悉程度 或者是说是对你对规范 它的熟悉程度的考察 但是不管怎么样 如果你对教材这个内容非常熟 那么你又掌握了凝缺误乱的原则 这道题目也不会选错 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C第一 好 接下来看一下22题 关于甜头如鸡 施工要点的说法 正确的是 那么这道考题 它考察的是甜头陆基施工要点的内容 这个内容呢 在我们的往年都不算是高频考点 但是在2019年的二件和一件里面 作为陆基工程的施工 都唱了一个重要的戏码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2019年二件对于陆基施工内容考虑到案例 今年2019年的一件又考虑到案例 因此我们认为这个考点非常重要 好 那么看一下A 原地面标高低于设计标高的时候 怎么办 那你就需要填图 对不对 那么这很明显 A选项是对的 它其实考察就是对填方陆基的概念的理解 原地面在这 我的设计标高在这 对不对 那你肯定要填图了 对不对 所以A是正确的 看一下B 土层填住之后 立即采用八吨的压路基积极减压 这句话一看只要出现立即 我们在答题的时候都要打一个深深的文号 一般都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土层填住之后 咱们一斤压实 那你要想改错 那可就不好改了 为什么生命组成熟饭了呀 是不是 你再去返回 那就不好返回了 所以一般情况下 当你陆基分层填住 比如说填住了这一层之后 我们肯定要检查一下 A 你填住的松铺厚度 是不是对的 它的含水量满满足要求等等 如果这些满足要求了 符合咱们的碾压原则了 那你再开始进行碾压 所以这一句话肯定是错的 好 看一下C 填住前应该妥善的处理 井穴树根等 很明显这里考题考的是填住前对原地面的处理 如果你在填住之前原地面是由井穴树根 很明显是需要进行原地的处理的 因此这句话肯定是正确的 看一下第一 填缸高度应该按设计标高增加育成量值 这句话也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设计标高假如说在这 那么只要我填住了之后 那么一定是需要进行碾压的 因此因为碾压 那会导致你的标高产生下降 同时这个预成标高还应该包括今后你这个陆基运营之后 在大量的设计将冬的量碾压作用下 它也会成样 因此我们认为你的填方高度不光要包含这个设计高度之外 同时还需要增加预成量 所以这第一是正确的 看一下一广含底面填方如果达到300毫米以上才能用亚路基运压 这句话是不对的 在规范里面明确规定 如果管道上方填桶高度超过了500毫米才能够用亚路基运压 所以这是一个数字题 所以经过阐述 这道题目正确的应该是ACD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23题 23题考察是石灰稳定土集中半盒的时候 影响半盒用水量的因素有哪些 这道内容我们在经讲和高评都没有讲过 但是呢 这个考点我觉得大家是可以通过常理来判断的 首先到题目的关键词在于用水量 那么我们看一下A 施工压实设备的变化到底影不影响你的含水量的变化 当然没有任何影响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在银压之前是需要确保这个含水量尽量应该在最佳含水量附近 这样的话压入基好压实 但是跟具体用什么样的压实设备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这里的A应该不选 看一下B 施工温度的变化 很快你也想到在炎热的夏季 比如说在武汉 如果温度达到了四五十度 那你想一下 是非常容易导致水分散发的 而导致你的用水量必须增加 如果你不增加肯定会带来开裂的危害 因此我们的B肯定是影响半核用水量的因素 好看一下C 原材料含水量的变化 当然咱们重点强调是 实惠稳定土混合料的这个配合比 那么因此呢 原材料的含水量会影响这个稳定混合料的这个含水量变化 因此呢 我们认为它也需要考虑 好了 D 极料的颗粒组成变化 大家知道 如果说对于极料来说 它的颗粒粒径非常非常小 那么很明显就很容易吸水 那么这样的话 你家的水量应该偏多 如果你家的水量少了 它会和石灰来墙水喝 对吧 就会导致我们的混合料失水开裂 因此呢 如果当你颗粒粒径比较大 比如说碎石比较多 那么很明显吸水量就会下降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家水量可以少一些 因此我们的低选项也是正确的 好 看一下E 运输距离的变化 当然如果运输距离越长 很明显越容易失水 所以通常我们实际工程 还需要通过覆盖等措施 来减少这个水量的影响 因此呢 我们说长距离很明显 对用水量也是有影响的 因此正确的应该选择 B C D E 所以我们认为呢 这个教材上 关于石灰稳定土 集中半核 含水量的变化 到底是否决定了 它的半核用水量 那么教材其实是原文阐述的 对吧 那么如果你对这个内容 无法通过常理的判断 那你就只有依靠对教材的熟悉程度了 那教材里面给出了 对于半核用水量影响的具体因素 不仅包含了原材料含水量变化 也包含了极妙的颗粒组成变化 施工温度的变化 运输距离等等 这四个因素的影响 因此呢 我们知道题目正确的应该是B C D E 所以我们说呢 对于教材的熟悉程度 也决定了一对考点的这样一个判断 好 看一下24题 24题呢 当时我们在金奖和高频阶段都重点 跟大家强调了这个考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考点是2017年新增的考点 那么它应该会成为我们这几年的重中之重 好 那么对于支作在施工质量检查的时候 那么一般我们要验收的主控项没有哪些 那么这里就是教材写什么 那你应该打什么 所以这里没有什么好争议的 B 制作电视的顶面高层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另外一个就是制作和电视的密贴程度 还有就是制作进程检验 好了 那么当然除了这三个因素之外 还有其他两性因素 大家回去可以背一下 那么这道题目正确的是BDE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25题 其实今年考25题呢 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吃惊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17年之前 其实几乎关于大跨度桥梁的考察是非常少的 但是从18年开始 19年都陆续开始考察大跨度桥梁的内容了 你比如说在18年 广东海南部考试卷就考察了大跨度桥梁 桥桥的案例题 那么19年 不光考察了钢混凝土结合量 在前面也考察了钢广混凝土 桥桥的选择题 那么今年大跨度桥梁是考察了两道选择的 但是我们当时在讲课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 这是一个趋势 所以当时我们经讲的时候 针对车柳也做了一个讲解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答案 看一下A 一般是由钢梁和钢筋混凝土面板两个部分组成的 这是正确的 那么因为对于钢梁来说 它具有比较好的抗压能力 而对于混凝土来说 具有比较好的抗压能力 二者做一个结合 那当然是很好的 而一般情况下 对于我们的梁桥来说 主要是下部手辣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钢梁可以放在下部 那么对于上部主要受压 上部咱们可以用混凝土面板 二者做一个充分的结合 所以A是对的 看一下B 在钢梁与混凝土板之间 我们应该设置传减器 因为通过传减器 可以将二者连接成为一个整体 这样的话才能充分发挥二者的优点 所以我们的B也是正确的 再看一下C 适用于城市大跨度桥梁 这是对的 当时我们在给大家讲一些视频的时候 用到是武汉市的二级长径大桥 那么这座大桥的其中一个创新点 就是用到了咱们的钢混凝土结合量 所以我们的C选项也是对的 二级长径大桥是长江大桥 都是大跨境的 所以你很快应该选择C 好看一下D 桥面混凝土胶筑应该分车到分段胶筑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部队 为了保证二者整体工作 一般我们是需要进行整体胶筑的 所以呢 第一选项是错误的 看一下1 胶筑混凝土桥面是横桥应该由两侧向中间进行合拢 那么这个横桥向它主要指的是咱们桥梁的短边方向 也就是横短边方向 垂直于咱们道路的前景方向 对吧 那么一般情况下 它主要是由中间向两边合拢 那么这里顺序写法了 所以我们的一选项也是错误的 那这样的话 正确的应该是我们的ABC 好 那么为什么要从中间向两侧去胶筑呢 原因主要是因为 大家知道 对于我们的桥面来说 它也是中间高两边低 所以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从两侧向中间进行胶筑 好了 这道题目的答案是ABC 好 接下来看一下26题 顿共法 时攻隧道的优点又大些 这是一个常规考点 那么在往年多次考过 考过优点 又也考过缺点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 A 不影响地面交通 这是顿共法的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因为整个施工是在地下作业的 所以它不影响地面交通 那么看一下B 对附近居民干扰是少的 那自然因为都是在地下作业吧 好 看一下C 适用于建造附土较深的隧道 这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如果隧道上方的土体过少 那么一般在绝境的时候 顿共周围和土体之间 是会有比较大的模组力的 这个模组力呢 就会导致上幅度产生隆起 因此我们认为 它适用于建造埋深比较深的隧道 好 看一下D 不受风雨气候的影响 这也是对的 那么对于1 对结构断面尺寸多变的区段 适应能力较好 这是不对的 因为它最大的确认就是 不适用于多变的断面尺寸 所以这套题目正确的应该是A B C D 好 下面看一下RCT 下列水处理构筑当中 属于集水处理构筑的有哪些 看一下 这里面其实就是让你区别 集水处理和污水处理构筑 那么这个考点 我们在经讲的时候 跟大家多次讲过 大家注意一下 像消化池 还有咱们的爆气池 那么一般都是属于污水处理设备 那么对于我们的集水池 沉浸池和清水池 是属于集水处理构筑 所以这套题目正确的 应该是B C E 好 那么我们在经讲的时候 跟大家将污水处理构筑 和这个集水处理 做了一个总结 大家回去可以做下记忆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28题 关于供热管道安装前 准备工作的说法 正确的有 A 管道安装前 应完成支架 吊架的安装和防腐处理 大家知道 对于供热管道来说 最近几年是考试的热点 那么对于A选项 我们认为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管道 如果采用架空辐射的话 那么支架和吊架 承担了管道的重量 因此呢 我们认为 A肯定是正确的 肯定先施工支架吊架 再施工管道 看一下B选项 管道的管径 B后和材质 应符合设计要求 并经验收合格 很明显 那么这些话都属于套话 肯定是对的 看一下C 管径制作和可预组装的部分 一再管道安装前完成 你该组装的就组装 如果是管件 那你提前肯定要转办好 对不对 比如说举个例子 如果你的供热管道 如果要用管件 那么你管件肯定要提前预制好 对不对 所以这里呢 我们的C选项是正确的 看一下D 补偿计 应该在管道安装前 先于管道连接 这句话肯定不妥 我们在静降和高频 都跟大家强调过 对于轴向的补偿器 比如说波纹补偿器 还有套筒式补偿器 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安装的时候 首先是先把支架安装好 然后再来安装这个管道 那么如果说这个管道 上面设计有咱们的补偿器 通常是需要把补偿器 所在的位置给它切割掉 然后呢 再来安装补偿器 这样可以确保 它们是同心同轴的 才能够确保轴向补偿的原理 所以呢 我们说D肯定是错误的 看一下E 安装前应对中心线和支架的高层 进行复合 这是必然的 为了确保它的位置的准确 对吧 确保它高层的准确 确保它的受力 你肯定是需要进行复合的 所以这套题目呢 除了D以外都是准确的 好 接下来看一下29题 29题呢 应该说是我们预测范围之内的 它肯定是一个中卷考点 只不过呢 没有想到初题人非常吝啬 只考虑到多选题 下列极坑工程监控量测项目当中 属于一级极坑 英测的项目都是哪些 那么这里面有两类项目 一类是英测的 一类是一测的 或者叫可测的 那么很明显我们的A B 它都是属于可测项目 没有必要一定要测 所以不选 看一下C 坡顶水平位移肯定是属于英测项目 那么周围建筑物的水平位移是可以不用测的 但是我们要测周围建筑物的数项成降 成降是英测项目 所以第一不能选择 看一下E 地下水位 它也是一个英测项目 所以这道题目呢 除了ABD CE是正确的 好 接下来看一下三十题 三十题呢 其实 这道考题应该具有一定的这个 对规范是需要进行熟悉的 那么这道考题呢 并没有将无基结合料稳定材料给出 只是笼统的说了一个无基结合料稳定基层的质量检测的主控项目有哪些 那么事实上在我们的城镇道路工程施工研书规范里面 它是分材料的啊 是分材料的 那么这里面呢 关于我们的主控项目很明显 原材料还有七天无测线 看压强度 它们两个都是主控项目 而对于纵断面高层厚度 横坡 这些都是表征这些基层几何尺寸的 它们都属于一般的项目 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的那应该是A和E 那这两个考点呢 我们在金奖和高屏的时候都跟大家重点强调过 好了 那么这是我们的多选题 从多选题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考题呢 应该说设立它的考点不仅仅局限于教材了 还对相应的规范进行考察 因此我们2020年的复习应该说还继续要讲解一些对规范的理解 现在我们的复习应该说还继续要讲解一些对规范的理解